如果儿子出来,我愿意将我剩下不多的时间回去陪伴我的儿子 跟我的儿子很少在一起 小的时候,放在娘家去寄养 放在妈妈那里 妈妈那时候有工作,我们家里几乎那个时候缺衣少尸的 都是剪别人罚桥创伸的衣服 吃,那我就不愿意讲了 一般就是吃两餐一天 我想放一个出去,就有一个肚子饱,家里也省了一口人 后来女儿,后来也十几岁也放到我妈妈上面去了 所以讲我很少跟孩子们在一起 到后来我到外面去,自己去养鸡养兔子什么的 又离乡村比较远,也没给他们住,我一个人到外面 乡村里面养鸡了,养兔子了 把那个饲养场去了 也没跟他们在一起 到他出来了 他什么时候出来的 他好像多少年了 他书上面应该都有 他是好像九几年出来 一九九几年 当时他出来的时候 我看以前的报道声明写 他十九岁好像 不止不止二十多岁的时候 大约有二十四岁二十五岁 他是命堵出来的 用钱去赌命赌出来的 我真的我一直不知道 我看了书以后才知道 我至今有的时候 看着书我还会流泪 真不止 如果我的儿子当时知道这样子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舍得我的儿子 放到这样子把命拨出来 即使能出来 变成北方父王 我也不愿意把我儿子的命拿去赌 说起来是我的责任很大 都怪我 做母亲的 真是个不尽职的母亲 既无能又失职 您已经做了很多了 就是从您七十多岁的时候过来 六十多岁咱们过来的是吧 然后一直打工 很少有妈妈能做到那个样子的 没有 当时我如果能帮他筹到那一笔钱 他后面的事情 当时需要多少钱啊 三万多好像连路 连抓据后来的什么费用和来一起三万多 这三万元就是找律师的这个 不是不是 偷渡费 偷渡费啊 那个律师的钱 我打工十万年的钱全部 都已经给了 没了 坐火车好像到42街要坐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火车 一个小时走上去 不懂你们要走多久 我大概要走半个小时 您半个小时 就是拿着推车一点一点的走过去 然后去看孩子 我拿着拐杖 或者是拿着那个车子 坐多久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这一些 我跟他们是为平生的 但是他们把海光 把我们当成自己家人 还有那英明姐 我们一家人都没出来 当时海光在水牛城下大雪的时候 他夫妻两个人开车去看他 我儿子写信费去告诉我 我第一次回来 第二天我就去找 英明姐给我联络到我家乡 带回来的沈干子 一点点心意去找他 找他 我不懂的 我不善于言语 我只能说谢谢 但我看见他先生的手 还长肌 还开车去看我的儿子 那一段时间都是他夫妻两个人去看 盼望他的 那个时候是海关最低落的时候 刚刚就是宣判是吗 刚关进去没多久 刚关进去没多久 都是那个英明姐 跟他先生两个人 不管下大雨下大雪 他每个月都会去看 我们真的很感激 所以我现在还有跟英明姐联络 但我现在一般很少跟外面人联络 我讲话讲不清楚 你说的很好 有的时候微信上连接的时候 问候一下就是了 多多姐更是十来年 每个月那个时候 我都去看他 他都开车 从长岛天不亮 他就起床了 冬天五点多不是天很黑 他就开车到法拉圣去接我 我去叫检察官把资料拿出来 里面很多资料都没了 不见了 不见了他讲要他拿 限制他在六十天之内又拿出来 他拿不出来 他最后提出来 他说你的上述期都过了 我不懂什么时候坦下去起不来 我心脏已经装了几个支架进去 我坐在这里 不懂什么时候我就难受 所以我到处都是药啊 口袋里面都是药 都是拿 每个包包里面 拿口袋随时随地都带着 救星了 我拿喘气 拿那个喘不过去缺氧 随时紧张的难受的时候 也不懂什么时候躺下去 我们吃完 吧 我冬付你 我冬不 나올